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 儿童节目Hands Up 也停止小朋友入厂录影 这一旅证文 陈若思、黄浩亭就为节目开工 为了可以令提早放暑假的小朋友 可以有个充实的假期 他们说节目都特别搞了不少兴趣班 其实我今天第一日复工 主要其实很多的项目都不同了 我们因为都知道小朋友提早放暑假 我们也举办了一些兴趣班 是在家里的小朋友看的 还有其实现在都没有小朋友进来 都是我们MC多了 为了安全点 我们都会戴着口罩去拍摄 现在就多了些不同的项目 比如兴趣班刚刚就一起跳舞 那我们做运动多了 是呀我们刚刚就一起跳舞 那我们就透露一点 我们刚刚就学K-POP 那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外籍的老师 来教我们跳一些K-POP的动作 有很多无谓浩亭表演 来 给一些PIT来 快点跳 快点 做一些新战 在家里都可以做到 很简单的 其实在不用上班的日子 Bonnie和Ember都乖乖居家抗疫 不过他们就沉迷了看直播购物 我平时就跟Bonnie一起 我们现在很喜欢看直播 看别人怎样说话 看别人怎样推卖购物 学习一下 学习当中自己都要付钱的 这样 转转转转转 好像快转转爆章信用卡 买了些什么呢 买一些水晶 女生都会带一些手链 你买文具直播购物 我也有死 文具 你不是买文具给小朋友 而且我知道Ember姐姐 你不要看她这么渺范 其实她买了很多零食 在直播网站上 为了处粮 你买了些什么食物 你买了些什么 我昨天买了11个面包 因为我看到最近人们唱得很疯狂 所以我昨天也去了一场 11个面包你怎样吃 11个面包 有两个比Bony 其他就看谁想吃 早前Hands Up的两位主持人 潘静雯和吴文生 都相计确诊新冠肺炎 三位有没有问候客两位拍档呢 都有 我有Message Sherman 但他不回我Message 我相信我自己也有Message 其他的主持 我看他们好像很良好 好像挺风趣 我常常看到Sherman开Live 也有跟粉丝聊聊天 是很勤劲 我都有Message 文生爸爸 我看到他家人都没事 那就放心了 希望他们可以快点 和我们一起开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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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